生命纪第34章 摩西从摩押平原上了尼泊山 就是上了耶利哥对面的皮斯加山顶 耶和华把全地指给他看 就是把基列直到旦 拿佛塔利全地 以法连和马拿西之地 犹大全地直到西海 南地和那平原 就是宗树城耶利哥的盘地 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 耶和华对他说 这就是我曾经向亚伯拉罕 以色雅各启示应许之地 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现在我让你亲眼看见了 可是你不能过到那边去 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照着耶和华所说的死在摩押地 耶和华把他埋葬在摩押地 博皮尔对面的山谷里 只是直到今日 还没有人知道埋葬他的地方 摩西死的时候已经一百二十岁 他的眼睛没有昏花 他的精力也没有衰退 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 为摩西哀哭了三十日 然后为摩西守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 嫩的儿子约书亚 因为摩西曾经按手在他身上 就充满了智慧的灵 以色列人就听从他 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去行了 以后在以色列中 再没有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的 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耶和华差遣他在埃及地 向法老和他的一切全仆 以及他的权地行了一切神迹和歧视 摩西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 行了一切大能的事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